欠命还命就是执行死刑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理由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前几天,茉莉芬芳我有做一个支持死刑的影片 题名是《法官筷子手执行死刑,因律有罪吗?》 影片中我有讲到一句话 死刑和犯罪率高低没有关系 今天要对这句话稍微做个解释 费死团体不支持死刑的理由之一是 死刑无法确实降低犯罪率 因此没有必要为了降低犯罪率而执行死刑这个论点 基于他们的这个论点,我才驳斥 根本不需要任何例如是否可以降低犯罪率这种理由 两者根本无关 所谓一报还一报就是执行死刑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理由 不论执行死刑是否可以降低犯罪率 都不是是否执行死刑的考量因素 任何其他理由都不是 反正只要你欠我一百元就要还一百元 欠我一顶帽子就要还一顶帽子 欠一命就要还一命 即使死刑无法降低犯罪率 即使犯人事后之所忏悔 这些种种理由都不能改变动摇 欠钱还钱欠命还命的天理原则 理由就这么简单 没必要扯到其他目的 讲到原谅假害者这件事 更是和路人假以 例如废死团体一点毛关系都没有 除了受害者家属有权选择是否原谅外 其他人请全部闭嘴 说到废死相关议题 补教名师吕杰主张 圣杀不等于废死的看法 但却遭到废死人士出征 而他也针对废死人士的主张 一一回应 漂亮的打脸回去 吕杰表示 支持废死者主要有三点论述 分别是 一万一是冤案怎么办 二有教化之可能 三原谅 第一针对万一是冤案怎么办这个问题 吕杰认为 虽然没有人有上帝的视角 但是如今台湾对于死刑的判决十分谨慎 现在要让检方求处死刑 各级法官三审定验判死 都是经过反复提讯调查 也绝对有充足的证据 要成冤狱的情况 机尾红毛 吕杰说 会走到死刑的案件 都十分受到社会关注 无论是各大新闻台 还是台湾民众都盯着 稍有不合理的地方 就会被拉出来讨论 因此几乎不会有冤案的情形 此外吕杰也补充 台湾解言 终止动员刊乱超过三十年 早已经不是当年 尚未着一句 因处以罪众之心 枪必可也 就能为所欲为的白色恐怖时代 因此 不再是一人独裁决定 是一群法官和审的结果 何怕冤案 二 针对囚犯有教化之可能 即原谅这两件事 吕杰指出 对于囚犯有教化之可能 这件事 他虽然也认同 但不意味着 就能给予 加害者较轻的刑罚 每当法官判死时 判决书上都会有 其行为敏面人性 令人罚指 求其生而不可得 须有永久与社会隔离 至必要这段话 所以 要不要给予教化 原谅与否这两个问题 吕杰引用电影 火线救援里 单索华盛顿的经典台词 原谅他们 是上帝的事情 而我的任务 是送他们去见上帝 吕杰说 路人没有权利谈原谅 只有上帝受害者家属 有资格 吕杰提出 圣杀不等于费死的主张后 遭到费死人士攻击 于是他决定要好好针对论述 一一回籍 他说 老实说 我不喜欢吵架 因为很浪费时间 但也从来不怕吵架 只是我觉得这些费死的理由 让我无法接受 另外 吕杰说 有费死人士主张 国家没有杀人的权利 但现在国民已经被杀了 既然嫌犯不守法 国家就要依法执行公权利 而这些费死人士 却在公权利依法执行时 跳出来要国家怠惰不作为 让违法者不用被依法处置 吕杰说 你是在讲什么天方夜谭啊 不用依法行政 这就是你口口声声 追求的现代化法治文明吗 至于死刑不能解决犯罪的主张 吕杰回应 死刑 关押 罚款 与各种财罚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二指犯罪吗 光是一张罚单 可知 就让多少人不敢闯红灯超数吗 若死刑不能解决犯罪 那么罚单也无法解决违规咯 那干脆将所有的处分全部取消嘛 因此 死刑是可以解决罪犯 并阻止罪犯不再犯罪 费死人士还抢 这是人制不是法制 吕杰则回击 法官依法判决 三审定验死刑 这就是法制 反而是某些人认为死刑不合时宜 不断用个人直观 超乎人性的怜悯 阻扰 视法律为无误 这才是人制 吕杰提到 费死人士主张 死刑是不可回复的刑罚 但除了死刑之外 囚犯被关的时间 同样不能回复 所以也不要关了吗 吕杰说 国家的法律 对死刑是否存废 还有讨论的空间 但在还没修法以前 就该依法行政 否则六法全书成了摆设 才是最糟糕的法制教育 吕杰的论点曝光后 立刻引起广大讨论 有超过三万名粉丝认同按赞 并留言力挺说 费死人士 立马去十八城地域排排战吧 为啥我要浪费钱 去养所有犯人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支持言行重罚 越是民主的国家 越应该如此 因为法律要保护的是守法的公民 当下手那一刻 加害人在剥夺他人生命时 同时也等同放弃自己人权才对 孔子说 以职报德 以怨报怨 若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以报还以报 只是刚刚好而已 支持死刑 大家好 我是茉莉芬芳 这是在大陆 一位76岁的老翁 杀了7岁小女童 就被判了死刑 比起在台湾 有些杀了五六个人 仍然被认定可教化 而被改判武器徒刑的判决比起来 真是有天理多了 这是杀警案嫌犯被逮捕的 惊险的一幕 谁在乎死刑对犯罪比例是否有帮助呢 每个受害者家庭只知道 欠使员 还使员 偷机车 还机车 骗学位 还学位 杀一命 偿一命 这个天经地义的法则 那些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的官员 即死的都不是你家人的废死联盟 凭什么拿别人家的伤痛去定夺犯人是否可教化 即研究犯罪比例是否可降低而决定死刑是否存废的问题呢 即便一个罪人可教化 知忏悔 也仍然要欠债还债 欠命还命啊 把债 命都还完了 要谈教化 再来谈 如果这辈子再教化 无望 那也没办法 谁叫他将债务欠到极限呢 总之 欠钱还钱 欠命还命 是天经地义的事 也相信是因果定律 老天爷最不会有意义的一项天理 至于要如何降低犯罪率 和死不死刑无关 请不要混为一谈 若不执行死刑 只言可教化 麻烦请赞成 废除死刑的人及法官们 将杀人犯带回去你们自己的家 好好教化去吧 不要在那边吹着冷气 说风凉话 台湾目前在看守所 确定被判死刑的被告 共有38人 据说 由于全部申请事件中 法务部因此迟至今日 尚未批准死刑执行令 现在很好奇的是 到底申请哪方面的事件呢 是法务部做了什么 让人怀疑违宪的事吗 比例也太高了 可否请法务部说明一下 警察招歌喉 惨死殉职 图姐痛批 废死团体 滚去死帮城地域 近日 台南二分区警员 曹瑞杰 图名城 遭明德外衣间 逃犯林姓吴 杀害 两人的灵堂分设于 势力兵仪馆 警服厅 及警德厅 图元的姐姐 想起被伤害的弟弟 仍然难掩 激动情绪 痛批法务部长 矫正署长 每一步都在践踏 受害家属的心 请不要轻飘飘的 打官枪 尤其明德外衣间 点狱长 杜冲点 七上满下 只因为政务官身份吗 说完更痛批 废死团体都滚去 十八成地狱吧 法官判犯人死刑 有没有罪呢 传习法师回答 法官判犯人死刑 没罪 他自己自作自受的 除非法官被别人买通了 冤枉判 没罪定人罪 法官就有罪 但如果不是那样 不单单这个人判死刑 他死了之后 这个果报还不是真正的 以后还有话报 现前的不报 比如说 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坏事 被判死刑了 他这个死 不是说 他死了之后 马上回过头来就做人了 有的人说 死 怕什么呢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哪里那么荣雅 死 只是现前的报应 死了之后还要下地狱 哪里那么简单呢 所以 法官判人 判一个该他的死刑 不单单没有罪 还有一点功德呢 让人间有一点正义 这是有功德的 但是 你说为了集团利益的时候 军人去杀 会怎么样呢 众生都有贡业 不是说 军人去上战场杀敌 就他一个人的罪 不是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一个军人杀敌 国家都有责任 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 我们并不是说 哦 那军人有罪哦 那我们就不去当兵了 不去进国家的义务 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 要忏悔业障 更加的要去 好好的修法 我们一起要 祈祷世界和平 就像我们昨天 做的 明阳 海路空 都度 这个干什么呢 就是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阴超阳太 阴间的 超掉了 阳间就太平了 我们这个时候 让大家战争 不会爆发 是这样子的 但一旦 大家去当兵了 端起枪 瞄准 都是为了要 打人的 这个本身 还是有罪过的 不要说 你去真的杀人了 就是每天 端着枪 瞄把 瞄那个靶心 都是有罪过的 因为 他意中 所观想的 那个就是人 那个就是心脏 一枪打过去 打到十环 就是要把那个人 打死 不单单如此 小孩子 打电动游戏 里面自己是 某某军团的首领 自己带着这个军团 去消灭另一个军团 调动飞机 大炮 坦克 巡洋舰 登陆舰 航母 这都有罪 所以 现在的人 造罪甚至都不知道 不知不觉 当中造了罪 杀人都很多的 你说 我没有杀呀 但是你观想的是 杀人呀 我带了多少的军团 揭灭掉敌军多少多少万 有这样的杀业的 包括我们平时看电视 打开电视 你哪一天打开电视 里面没有拿枪杀人的 拿刀砍人的呢 你如果想 哦 这个是坏蛋 该砍 啊 那糟糕了 你弄了个水洗杀人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啊 你坐在家里 你吃你的饭 你很辛苦的赚你的薪水 去弄了个水洗杀人 所以 末法时代难修行 就是这个道理 不知不觉 你处处都有犯罪的机会 我们有的时候 都不知不觉的 反过来说 法官判人死刑 这是犯人自己的因果 但我们还是要以悲悯的心 犯人死了之后 堕地狱等等 这只是因果律 我们还是要悲悯他 因为 如果他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会不会这样呢 我们就肯定会悲悯他的 他犯再大的错 被别人要执行死刑的时候 妈妈还是会流泪的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有悲悯他的心 不是水洗 哦 有一个人被杀咯 好像我们很开心的 那糟糕了 那这世界上 我们新加坡 如果有一个人被判死刑 我们几百万的人 看了都水洗 那糟糕了 每个人也得了一个 也得罪了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 很严重的罪 但是有污染的 我们应当是一个悲悯的心 甚至为他念佛 超度他 往生 极乐世界去留学 虽然他死了之后 或许他的夜报 还要堕地律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 佛弟子慈悲的心态 面对他 最后要说的是 连一个观想杀人 都有罪 更何况是一个 真实的杀人 请费死联盟 不要再以虚假的慈悲 违反天地间 赏善罚二的 因果定律 佛菩萨都不敢插手因果 你们这些支持废除死刑 干涉别人因果的平凡人 不怕有一天 报应在你家子孙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